有一个同修呢,他就是也是协助了财产的法门,一同是财产财产的电话,他就是念经所总结的那个头部啊,和鼻子很不舒服,他就由于鼻子病,后来就发展到了那个鼻子的那个经,鼻子,或鼻子的那个经呢,像麻花一样拧来拧去,有时感觉有股那个很成大的力量,要把他的经给打出来,他会,他就说他不认经是还是活动自如的,一念经就会这样,他试着和腰经者多出了没有反应, 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是骨盆不正义死的,但是治疗后的情况正在严重,身体也变得很僵硬,所以感觉的那个肌呢,很快要被拔出来了,早上起来后呢,那个颈背和那个肩背,像被钢枝网照住一样,他感觉自己的血液也好像被说成了一传,那个医生认为他是那个神经过敏,他现在体重了就只有七十多斤,他才把大把大把都掉,他人挺会财产开启的那个功课。 像这个情况,你首先要让他要排除一个,你就问他一句话,他就明白了,很多人在没有病发之前,他是没有感觉的,到医院里偶然的做例行检查,一检查出来说他有癌症了,一检查出来说什么毛病,马上这个地方就不舒服了,对不对? 并不是说不检查,他就没有存在,首先要懂得这一个,对不对? 好,这是一个,第二个呢,像这种呢,一样按照正常的,要多念心经 他本身有这种想法,说明他的念经的效果就不好,你听得懂吗? 他不是说医生把你这个病造出来的,而且你本身身体上就有这个疾病,只不过你不知道,对不对? 对,对,对吧 每天大概都是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心经也是二十一遍 准期二十七,然后交代二十一 对,对,对 算是三遍,可以吧 对,对,可以 他就好,有个问题,他说说他给那个医生也念心经 他担心这个形式是否和医生有冤解,你看可以吗? 先不要念,医生身上的可能冤解很多 因为医生给人家看病 他把人家肉体病看好了 但是那些医院就会找他们的 所以医生也是很痛苦的 对啊 所以为什么医生到后来都会生病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明白了